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锻炼 锻炼的时候 我们不在乎他走路的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其他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他有没有勉强自己去做 而扣齿吞金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 只要做了就好 相反 你觉得自己的动作不标准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这叫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在我们这里是一种病 得治 我们就认为这种人比较执着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那么标准的去做扣齿吞金 有心练功 无心成功 带着平和的心态 横着做 竖着做 上着做 下着做 扣前齿扣后齿 扣得轻扣得重 效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家好 我叫容立岩 为大家讲解闭谷前的准备功课之一 扣齿吞金 扣齿吞金简单讲是指上下牙齿进行有力的扣鸡 次数不限 循序渐进 吞金是指扣鸡牙齿之后 舌头贴着牙面和牙龄 进行舌头内外搅动 产生唾液 栩栩咽下 具体功法 想了解的话 请持续关注我 据文献记载 1400年前的一家陶宏锦 唐代名医孙思苗 明朝长寿者冷迁 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早上起来睡醒时 扣齿三十六遍 或以上 孙思苗主张 清晨扣齿 有谷友问 天行剑的时候可以扣齿吞金吗 这样不好 一边练习天行剑 一边增加扣齿吞金等其他必须功课 这很危险 因为天行剑的时候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要跟我们的器官进行对话 表扬自己的身体 表扬我们的思想 表扬我们的行为 这更重要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一次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已经很好了 没有必要同时练多种功课 等你走回来 感谢 gotten 看费